2020年度民眾票選第一大新聞請揭曉 世衛組織宣布全球新冠大流行 從2009年就開始辦這個年度重大新聞的票選活動 那今年已經第12個年頭 那民眾都非常熱情的參與 尤其是網路的部分有越來越多人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今年經由民眾的票選選出了世衛組織宣布全球新冠大流行 那我想大家都不意外 那在另外一個活動年度代表字的部分呢 也一樣是選出疫情的疫這個字 顯現新冠肺炎它對於我們社會的衝擊啊 已經到了沒有辦法忽略的地步 那截至昨天為止 全球的確診人數已經到達了8085萬人 那已經有176萬人死於新冠肺炎 這個數字讓人悚然心驚 2020年的年末 我們終於看到了疫苗的出現 不過這個疫苗的成效現在還不知道效率是怎麼樣 顯見這個疫情當然對全球 真的是造成非常非常大的衝擊 在我們現在醫藥科技這麼發達的時代裡面 還是暫時沒有辦法把它控制一直下來 那這確實是 那應該是說 這個世界以來從來都沒有碰到過這麼嚴峻的一個狀況 雖然上個月或上上個月 大家都在擔心秋冬到底會怎麼樣 那其實秋冬在大家的努力 大家配合之下 我們還是有可能很平穩地度過這個秋冬 那就期待著後面疫苗的到來 讓我們全民或是全世界 大家都可以早一點恢復到正常的生活 請問一 calend道 jśćか 出來 雖然 JFUS 經 恐怕